最近人民日报向地方政府建言 不易禁放鞭炮 如果说来一次全民投票 我相信90%以上的人都会同意春节展放鞭炮 咱们听听网友们的声音 支持放烟花 新年放烟花才会有新年的味道 可以采取集中场所 演放烟花 现场配备消防人员和设备 娱乐氛围和年味环保都可以兼顾 支持过年放烟花那才有年味 现在传统文化已经被外国文化入侵的真的很严重了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对这些节日真的是越来越模糊了 希望国家真的能重视起来 把传统文化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举双手赞成 炮竹生生辞旧岁 赞成赞成 至少春节允许放鞭炮 去一去煤气 这三年有太多的怪兽 需要用烟花炮竹来赶一赶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的下一代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过年了 什么叫端午 什么是中秋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只存在于 咱们的课本中 而不是在生活中 这会导致孩子们不知道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甚至会认为那是别的国家的 这是可悲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现在是什么意思的 绝对 谢谢观看